接下来呢我们来说明这个所谓的Operation Contract的概念 那它延续着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在Design Program Design Class之类的 那Design和Analysis是我们做Implementation的前提 那Design和Analysis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帮我们的这些物件啊模组啊 写所谓的Operation Contract 那中文不知道怎么翻 反正就是合约吧 那么呢这个东西会Define How a module can be used and what limitations it has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写一个函数也好 写一个class也好 它基本上一定要告诉别人它能干嘛 以及它不能干嘛 是所谓的Operation Contract 那么呢我们在做这个Contract 基本上是我们从Analysis的阶段开始设计它 Design的阶段结束的时候就应该要完成它 那我们理想上不应该在做Implementation的时候 还在那边修改Contract 我们应该是写好Contract 让User也理解 哦我们要我们的class是这个用途 function是这个用途 然后我们再去做Implementation 这里的User就是 会用到你的function和你的class的人 你就想像有一个人在写main function 它的main function呢要呼叫你写的class 呼叫你写的function 呼叫你写的function 那你们要先约好 你们要提供什么服务给它 它再开始写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今天通常这个Operation Contract 是用来Document我们的code 也就是帮我们的code写文件来用的 那通常都会写在header files里面 Implementation file里就不见得 要写这些Operation Contract 因为Implementation file suppose是不应该给User看的 User应该要看你的header file就好 所以它不应该describe 我们这个模组 会怎么样你做到这件事情 它是要写它怎么样 它会做到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重要 你想像你在写注解的话 Operation Contract这些注解 是写给User看的 写给要呼叫这个函数 或是用这个class 来生an object的人看的 而你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注解 是implementation level的那些注解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这是两种东西 那么 module的Operation Contract specify的就是 purpose assumption 以及input output 所以你想像你在写一个class的话 或是function好了 function必然有它的任务 对吧 那function会assume 传进来的东西 是一个list 是一个array 长度是若干若干 都是整数等等的 好 你函数可以assume 传进来的东西会是什么 并且你清楚地写好 让呼叫函数的人知道吗 以及我input output 会长什么样子 那这里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大家得要知道 分别是所谓的precondition 跟post condition precondition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一个模组开始执行之前 应该必须要被满足的条件 那通常就是类似assumption的东西 就是 你要开始启动我这台机器之前 你要先把原料倒好 你要先把电插上去 你要先确保旁边没有人 等等的 我才能保证我这个机器会正常运作 这是我们要的precondition post condition的话呢 则是一些在我的module跑完了以后 我会保证会发生的事情 那举个例子吧 今天呢我可能写了一个函数 那因为我们这个只是概念而已 我们这个函数写的没头没尾的 你可以看到没有return type啊 然后没有这个 input parameter也没有type 不过那么管 conceptually 你大概知道 它是说sort 把一个array拿来 然后num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你看一下 它说呢我要sort一个array 那我这个array的precondition 是说 anarray应该要是一个array 它要有num这么多个integer 然后num没有大于0 所以这里的integer跟大于0 就是一些assumption啦 那当然就是 这两个东西之间是有关的 这也是一个assumption 所以这是precondition 就是你执行这个函数之前 要满足这件事情 你不应该前面这个array 有280个element 结果你num传了3进来 那我就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事了 post condition的话呢 则是呼叫完这个函数以后会干嘛 这个array 你的integer 将会被sort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呢 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示范 这个怎么说 purpose 算是有写 就是我要sort array 但是呢 怎么sort 以及它sort完会变怎样 事实上写得很不清楚 在precondition跟post condition的阶段 这样子的描述是不及格的 因为比如说sort是descending还是ascending 是由小到大牌还是由大到小牌 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讲 根本看的人也不知道 这个函数呼叫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呢它比如说它可以被revise 怎么说 我说我的目标是我要sort an array into ascending order 我要让它们由小到大牌 那我的precondition 把它写完整一点 an array 是一个array 它有num 这个integer 这个i 大家写上去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的num 应该要介于1到所谓的max array之间 wheremax array 是一个global constant specify maximum size of an array 我们这个写的就相当完整 它是在想说 我们这个num 有没有什么范围 我们的num 是介于1到1 globally specified的constant 那post condition 写的也很精确 它说 你排完序以后 an array 0 就会小于等于an array 1 就会小于等于... 就到num-1 这个样子 然后num is unchanged 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我们在写一个函数会干嘛的时候 我们在header这个部分写的注解 是写给user看的 写给呼叫这个函数的人看的 至于这个函数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不要在这里写 你在里面是用什么quick sort bubble sort 还是什么sort 不管 不要写在外面 写在里面 让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让implement的人知道就好了 ok documentation当然是重要的 你啦或者是其他的programmer 如果不看document 肯定会忘记你这个函数是干嘛的 肯定没有办法从看code来快速的理解 所以写文件是很烦 但是是必要的 那么呢 我们讲那么多 最后就是要推到一个叫做 abstract data type的概念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已经拥有 基本的程式设计的能力了以后 我们应该就要去开始思考data abstraction跟algorithm 在problem solving里面的扮演的角色 那abstraction data abstraction大体上来说是为了modularity而做的事情 好 换句话说是什么 就是我的data structure和我的program之间要建一道墙 这个墙讲白了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确保一般的program不能够随意的 自在的存取data structure 它必须要透过你管理好的界面和机制去存取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是说 今天呢 你要提供人家可以存取的功能 必须要精确完整写的好 让这个东西可以发挥效果 如果你没有建这道墙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program跟data structure的内在会随意地互动 你的data structure就会被搞得乱七八糟 你随时都没有办法知道data structure目前是什么状态 那你这个program就会非常难写 你这个data structure本身就不构成一个模组 因为它没办法自己独立地运作 是这样 那么呢 我们要做到这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要先去design abstract data types 就是一个设计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缩写的就叫做ADT啦 也就是说在我们做implementation 真的开始写data structure之前 我们要先写abstract data types 那设计这个抽象资料形态 那这个动作就是在做所谓的data abstraction 那我们focus的是这个data 这一堆data可以被什么样的operation存取 而不是implementation 所以我们关心的依然是它会怎么样被用 它可以怎么样被用 而不是它implementation要怎么做 如果你有一批电话 它要被存进一个电话号码 不 那么呢今天这个或者是你的联络人的资讯 你要把它存进一个资料结构里 在这里的data abstraction 会强调的是 这一批比如说联络人资讯 可以被怎么用 可以被排序 可以被搜寻 可以被新增修改删除 可以被组成群组 等等的 specify的是operation 那至于怎么做再说 到了要做东西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要去写data structure 我们就真的要去想 电话号码 不 要可以发挥这些功能 联络人清单 要可以发挥这些功能 怎么发挥 写array吗 写link list吗 写什么什么什么 写一些我们今天开始会介绍的 各种implementation的方法 用指标吗 用动态记忆体配置吗 那也就是data structure的阶段 implementation的阶段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看几个图吧 首先呢这里 在我们讲user view的时候 user view 呼叫你的函数的人应该要看到的东西 或者是使用你家的系统的人应该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对user来说 如果他看一个制冰机 或者是冰水的这个机器 你呢有几个按钮 你做这个会得到冰块 你做这个的话会得到冰水 中间的话呢就是冰水混合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底还有一个灯 显示 而且现在没有冰哦 这个样子 这个是user要看到的 你的函数的样子 你的函数提供什么功能 提供警示功能 提供做三种水的功能 那至于technician要看到什么 technician要看到东西要怎么做 no ice indicator ice cube maker 然后quash的ice maker 然后还有这个装水的maker 然后water input 进来了以后 怎样怎样如何如何 右边这个东西是programmer 自己要看的 而左边这个是user 要看的 Abtract data types 说白了 就是design 左边这个东西 就是user要知道 我们的datatype些什么 他要知道我们这个datatype 我们这个module 可以提供给他什么功能 但他不要知道要怎么做 那所以 这个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一个abstract data type 他的重点就是他里面 真的去实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data structure 然后会有list 会有array 会有什么动态杀毁 晶态杀毁的东西 这个ok 但是呢 myprogram 通常就是所谓的main function 那一类的东西 他呢 要透过墙上开的dom 这个dom是写这个程式 写这个datatype的人 自己开的 他透过墙上开的dom 去新增 修改 删除 存取 查询 remove等等的 去呼叫这个ADT 提供的operation 来去modify data structure 他绝对不能自行去modify 那些 data structure 一定要透过这一面墙 一定要透过墙上开的dom 去做存取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随时看着你的program 都可以理解 我这个datat structure 在发生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 你这个程式写下去就是一场灾难 那 我们 最后一页 在这里讲什么 我们呢 今天 这个class 它要留dom 对吧 握上面的dom 精确点讲 就是我class 来给别人操作的 publicly accessible的methods 那通常就是public function 这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interface 要提供功能的时候呢 必须要complete 也就是说 所有要能够被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函数把它提供出来 不然的话 使用我们这个class的人 就会遇到困难 没办法用 对吧 那另外有一个 也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minimum minimum的意思就是呢 不用提供的东西 就请你不要提供 这样子 那好处是 试着理解你的这个函数 或者是你的这个class 要怎么用的人 不会被一些无关的东西干扰到 那他呢 也不会透过这些 其实不应该open的interface 可以有机会去存取你内部的东西 那minimum也很重要 不过没有completeness那么重要 所以completeness大概是必要的 但minimum呢 是最好要有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overview了很多essential concepts 那希望大家 如果你看完后面整套影片 就是今天这一整套影片的以后 你可以回来再overview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东西 你应该会有更明确 更深的概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